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占中国GDP比重超过一半 要观察服务业的轻衰 《初歌》可以留意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也就是服务业PMI 服务业指不计农业、采矿、制造业、水电门 以及建筑业以外的产业 服务业PMI以50为胜需分界市 指数高过50显示服务业正在扩张 相反指数低过50 表示服务业正在萎缩 采购经理在公司较前线的位置 他们只会在预期经济和行业向好的时候 才会增加采购去生产 因此采购经理指数 被视为具前瞻性的经济指标 现时内地有两个服务业PMI 分别是官方服务业PMI 以及财新服务业PMI 官方版本是由国家统计局编制 调查4,000间企业 以大中型国企和央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财新版本会访问400间企业 以私营公司为主要调查对象 两者的调查内容都是以新订单 新出口订单、销售价格、招聘人数为主 总结而言 服务业PMI是经济前瞻性指标 高过50反映服务业轻祸 低过50反映服务业萎缩 要小心经济有压力 低过50反映服务业 脑并 会竟责任 对象 不论